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6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2024年最新版本 疾病与衰老2 我们今天在直播之前有一个通告 2025年1月香港封闭培训通告 大家好 从最近的直播 我们看到原始点理论 因为实作的成效 张医师做了许多修正 在手法方面 他处和患处体伤的压痛点找法及技巧 也需要规范和完善 张医师希望在第一线服务的学长们 能扎扎实实地把原始点的理论学好 又能把实作的技巧学精 所以基金会特别安排 2025年1月9号到12号 在香港举办第二次封闭培训 培训的时间是 2025年1月9号到12号 培训的地点在九龙立枝角 10月7号开始报名 10月30号截止 由各地推广点的负责人推荐 经审查后公布录取名单 名额150人 请上官网下载报名表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 请老师开始讲疾病与衰老 老师请您开始 Luna 我们是不是把上一段 那个衰老的再重新念一下 因为有感 好 衰老是指体表出现异常形态 或体内检查出异常 其中体表出现的异常形态 如发白 秃头 面皱 老年斑 瘤 油 硬结 肿块 属患处体伤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但因体内非肉眼可见 所以必须通过仪器检查 而检查出的异常 可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其中异常形态 如癌肿瘤 肺肿瘤 肺肿大 肾萎缩 脑萎缩 肝硬化 肺纤维化 白内障 骨刺 骨头坏死 关节变形 脊椎侧斑 椎间盘突出 异常指数 如异常的血压 血糖 血脂 尿酸 癌指数 肝指数 肾指数 胆固醇 由于异常既非正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即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所以是老而非病 这是我们上次讲的 最后提出来的 衰老的介绍 衰老有分体表跟体内 体表肉眼可见 所以目视即可分辨 这里有举例很多 比如法白 秃头 面咒这一系列 都是属患处体相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但因体内非肉眼可见 你眼睛根本看不到 所以必须要通过仪器检查 那仪器检查出的异常 又可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那其中异常形态 这里也列了一大堆 读者自己看就可以 那还有异常指数 我们看下一页 这一系列也是 那反正这两个异常都是属衰老 所呈现出来的现象 那为什么说是衰老呢 这里下面就有解释了 由于异常 它既非症的不适感 功能混乱及体力虚弱 也就是它既非症也非状 所以很明显嘛 你一定要有症或有状 才能称为疾病嘛 都不是当然就不是疾病 那很显然 这种异常就是属于衰老 好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介绍的 那我们这样复习一下 那我们紧接着来开始展开 今天的内容 西医从果治病 需用仪器检查 而检查过程 往往需忍饥挨饿空腹进行 甚至还需忍受像麻醉剂 内视镜 放射线 抽脊髓 抽血 穿刺 切片 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 付出这么多代价 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疾病 换言之 西医是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以组织受损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一级身体有病 则将其当成疾病之因 无病 则将其当成疾病本身 而加以治疗 殊不知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皆由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事果 而非因 如果将异常 及组织受损 当成疾病之因 或将衰老异常 当成疾病本身 就会犯了倒果为因 及老病不分的过失 也因如此 才会认为 一病有多因 或果异可生果 并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是 延伸上一段 仪器检查 因为它体内非肉眼可见 所以经过仪器检查 那仪器检查 它的过程确实不是 很舒服的一个过程 这里也列了 有时候他们会要求 你必须挨饿 就是不能吃东西 然后空腹进行 然后这里过程中 也有时候要用到麻醉剂 内饰镜 抽脊水 抽血 穿刺 切片 反正这一系列 大家看 很多甚至都是破坏性 侵入性 那当然就会有风险 还有患者的不适 这样付出这么多的代价 它就是要找出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来解决疾病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看下面 西医检查出来不外有两种嘛 我们有说过了 一个是异常 一个就是组织受损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那前面也介绍了 异常有分异常形态跟异常指数 这些都是属衰老 这就不必再变了 因为上面已经解释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组织受损 那组织受损就是属于疾病本身 就是类似状的组织受损 唯一差别就是状 目视即可分辨 那体内的组织受损需要仪器来检查 这个前面也都有介绍 那西医是以这两种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那也就是当患者身体有病的时候 万一检查出来的异常或组织受损 那他很可能就把它解释为 这检查出来的就是疾病之因 那当患者身体没有病 只是做一个健康检查 但却检查出异常或体内有组织受损 那他就会把异常跟组织受损 当成疾病本身而加以治疗 简单的讲 西医不管检查出异常也好 或组织受损 他会看患者身体有没有疾病 有病就把它当作疾病之因 没有病就当作疾病本身 反正讲来讲去就是要治疗 那这里就提出 下面就提出原始点的看法 殊不知啊 这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 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事果而非因 所以他们检查出来 当你有病的时候 他要当成疾病之因 这马上就说不通了 为什么 因为你异常跟组织受损 根本不是因啊 是果而非因啊 所以就可以看出西医的检查 这里的设定一开始 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好 那我们接着看 那如果你将疾病之因 或将衰老的异常当成疾病本身 那这样就会犯了什么呢 第一个 他本来就是果嘛 所以你就会犯了道果为因 本来是果的你就解释为因 这个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你把衰老的异常 也当作疾病本身 这个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衰老异常就是属老嘛 它不是病嘛 那你把它当作病 哇 那这个就有老病不分了 那老病不分会演变成什么问题呢 就会使病人越来越多 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医院 为什么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豪华 但是呢 病人反而变多了 就是根本就是老病不分的问题啊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蛮重大的问题 就是道果为因 你本来是果你解释成因 那这样会延伸一个病就有很多种因 或是那个果本身本来就不是因 你又解释成因 那这个果就可以生出很多果来 这个是很荒谬的 那这个一病多因或果生果的问题 我们下一段就是要准备把它解释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所谓疑病多因 是指一种疾病 可由多种异常及组织受损所致 比如痛症 可由溃疡 出血 肿瘤 骨刺 椎间盘突出 关节变形 高尿酸 高血糖等引起 但原始点经临床实证确认 所有疾病皆由体伤直接导致 即体伤这一种因 可导致多种症状之果 例如头部体伤 可导致头痛 眼干 鼻色 耳鸣 牙痛 面麻等所有头面部病症 也就是一因多病 而非一病多因 再说一病多因 即一果多因 也与理不通 正如一个母亲因 可生出很多孩子果 而一个孩子果 不可能有很多生生母亲因 所以认为一种疾病 可由多种异常 及组织受损所致的 一病多因 本质上是导果为因 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果生果 是指一种异常 或组织受损 可导致多种症状 比如 肝硬化可导致腹水 食不下 肺纤维化可导致咳嗽 气喘 糖尿病可导致皮肤溃烂 眼睛香 高血压可导致头晕 脑中风 脑出血可导致偏瘫 昏迷 椎间盘突出可导致腰痛 腿痛 肠吸肉可导致腹变密 癌肿瘤可导致疼痛 死亡 但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 与身体的症状皆属果 其间并无果生果关系 这道理就像症痛不生状肿 状肿不生症痛一样 再者 异常属衰老 症状属疾病 要是不一样的果都可以果生果的话 那么树上的苹果也可以生出香蕉 葡萄来 因此 认为一种异常或组织受损 可导致多种症状 即一种果可生出多种果的果生果观点 本质上也是导果为因不能成立 好 这两段其实都是在介绍 我们前面讲的导果为因 然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更多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病多因 一病多因就是在西医的解释 你一个疾病有很多种原因 因为很多种原因 所以你一定要检查 检查出来的 不管是异常或组织受损 当你有病的时候 它就会解释 这个都是疾病之因 那我们下面就来举例 好 我们看下一页 举一个疼痛好了 那疼痛 你疼痛如果在腹部 检查出来溃疡 那西医就会说 你这个是溃疡引起的疼痛 那如果你是胃出血 他就会说 这个是出血引起的疼痛 那如果检查出肿瘤来 那腹部肿瘤 那不管是胃肿瘤或胰臟肿瘤 他就会说 你那个痛是有肿瘤压迫所致 那如果检查出有骨刺 诶 骨刺又变成阴了 说骨刺会引起那个痛症 椎肩盘突出也是这样的意思 那关节变形 譬如说膝盖已经变形 它膝盖痛 它就会说 这个是关节变形引起的 或是尿酸 有时候我们的脚拇指很痛 肿起来 他检查说尿酸高 这样尿酸也会产生疼痛 或高血糖 所以只要他检查出来 不管是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 他通通或组织受损 他通通可以解释为疾病之因 所以一个痛症 他一定要检查很多 然后只要有检查出来 就两个凑在一起 但问题就出在原始点 他是经过临床实证 一路做出来的 那做出来从来没有那么多因 哪有一个病有那么多因呢 比如说原始点只要找到一个体伤 也就是这一个体伤的疾病之因 比如你头部所有的问题 各种病症 你只要找头部体伤 头部体伤就是我们耳后啦 还有整骨下颜 你按下去一定有痛点 那这些痛点如果他是属 这些病症都是属大处体伤 你按甚至一分钟内 他就可以改善 这是可以立即证实的 所以原始点他是做出来 就可以确定 哦原来一个因可以产生那么多的病症 反而不是一个病 比如说头痛 后面就有那么多因 没有的刚好相反 所以我们来看下面 所以经过这样我们就说了 这个原始点它实证做出来 却跟西医的理论完全相反 一个是一因一个疾病之因 可以产生很多种疾病 恰恰跟西医的一个病 是有很多那个检查出来的因 所导致的 这完全是不通的 那我们这里就再进一步论述 如果说一个病有那么多因 也就是好像一个病 病是果嘛 那一个果就有很多因来产生 那这个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我们这里就举 比如说母亲如果是因的话 他可以生出孩子 很多孩子果 一个母亲可以生出很多果啊 但一个孩子果 一个孩子而已 他不可能有很多母亲 一起来生他的 这个不可能嘛 所以西医这种 从因果的角度来看 根本就是说不通的 所以他们的一病多因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认为一种疾病 可由多种异常及组织受损 所导致的一病多因 本质上是犯了什么呢 倒果为因 所以他是不能成立的 那也就是 这一段就是 当你生病的时候 西医会要求你检查 那你检查出来 不管是异常或组织受损 他就会说这个是你的因 那这样会产生怎么样 患者的恐慌啊 那恐慌了之后 患者要不要治疗 这个就面临到患者的抉择 有时候患者一听到西医这么讲 大部分都六神五祖了 他慌不择路了 所以就任由西医宰割了 就会有这种问题出来 那下面的果生果 就是西医还会怕你犹豫 不接受治疗 所以又进一步来解释 你这检查出来的 如果不治疗会导致什么 他就一系列又讲出来 譬如说一个肝硬化 这里就举了很多肝硬化 如果你不处理啊 以后会附水喔 会吃不下饭喔 那刚开始肝硬化是没有症状的 但是患者经过这么一讲 哇 就开始处理肝硬化 那肺纤维化他检查出来 如果不治疗 你以后会咳嗽气喘 但问题肺纤维化 他是不可逆的 你怎么治疗 你顶多就是用一些西药 把咳嗽跟气喘控制而已 但一旦药效过了 他又咳嗽气喘 他是不会好的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改善 身体的运作功能 他才有办法把真正的疾病解决 但西医不是这么想 他一定检查出来就是要你吃药 那吃药只是达到控制 而非真正解决你的问题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糖尿病也是 当你检查糖尿病 每次要吃一些 胰岛素甚至严重一点还要打针 但很多患者也不必不要 因为他检查出糖指数虽然高 但他还没有症状啊 但西医就会叫你吃 如果你不吃药 他就会说 以后你会愧难啊 甚至要节肢啊 甚至连眼睛都会出现问题啊 那患者听了 他作何感想 会怕 所以他就开始一辈子 虽然没有症状 只是检查出异常来 他很可能因此就一辈子跟药离不开了 那高血压也是一样 他只是一个指数的高 根本跟症状是无关的 但是你高血压虽然没有症状 但是他还是会跟你讲 还是要吃药 你血压那么高了 如果你不吃 以后可能会头晕会 甚至会脑中风 他患者一听也是怕了 所以我看很多人根本是没有症状 然后就开始一路吃药 那如果有症状也跟高血压无关啊 你只要以原始点角度 你只要譬如说头晕 你就头部原始点按一按 或患处找出压痛点来按一按 那这个头晕就改善了 那如果有压痛点你先解决 也不会以后导致脑中风嘛 这是可以先解决的 但你很可能就听西医的话 就一辈子要吃药 然后跟药离不开 然后简单的讲就是被药控制 那同样的 比如这个人已经脑出血了 那所以如果偏瘫昏迷 他一定会归咎于出血引起的 引起偏瘫跟昏迷 但我们知道啊 出血是果 偏瘫也是果 昏迷也是果 果怎么会生果呢 这前面已经讲嘛 果不生果嘛 所以这个就是 又是倒果为因的讲法 那让人家迷惑 那椎间盘突出会导致腰痛 腿痛 前面已经讲过 也是果生果的问题 这个一个果可以生出很多疾病来 用这样来迷惑 所以患者可能就要吃药控制疼痛 甚至还要严重一点 椎间盘突出还要开刀 这个都变成本来没什么大问题的 会搞到很严重 那长袭肉也是 长袭肉本身也没有症状 但如果你便秘 去检查出来又长袭肉 他一定说长袭肉就是因 那这个如果不处理 以后甚至会导致癌肿瘤 那患者也是会胖 那如果你得癌肿瘤不想治疗 他又跟你讲 癌肿瘤以后痛起来 很可怕的 生不如死啊 患者一听很多就 好吧那就去治疗 甚至你没有症状 他也会跟你讲 好 如果你癌肿瘤 现在已经第几期了 如果不治疗很可能转移 那转移几年内就可能死亡 类似这种说法 那这些说法 果生果这种说法 都会让患者怎么样 害怕而接受 不得不接受治疗 所以从第一个开始 一病多因 就是你一个病 因为有很多原因要检查 那检查出来的 如果你不治疗 就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 那这个就是一病多因 还有果生果 年纪讲下来 就会让患者害怕 而不得不接受西医的治疗 但我们现在来看 全面一路介绍下来 大家也知道 这些检查根本就是果 哪有什么疾病之因 哪有会导致这些 有的没有 都不会 而真正的因 你只要把体伤按开了 然后热能补充足了 这些症状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这里进一步讲 如果这个果生果 可以果生果的话 那这道理不就是像 我们说的症不生状吗 就像肿痛 痛不会生肿 肿也不会生痛一样 这个前面已经有论述了 所以这个我就不再讲 所以再者异常 我们知道属衰老 症状属疾病 那是不一样的果 老怎么会生病 病怎么会生老 这个果跟果之间 没有这种因果关系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 如果可以这样 那就像树上的苹果 也可以生出不一样的果来 譬如说香蕉葡萄来 那你说荒不荒谬 西医就是这么荒谬 它就会把一个果 又生出另外一种果 连衰老也会生出病来 或病 一种疾病症状 也会生出老来 这种说不通的 因此这里就讲了 如果认为一种异常 或组织受损 这些检查出来 可以导致这么多的症状 那就是一种果 可以生出很多种果 也就是果生果 这个就是让果生果的目的 就是让患者接受治疗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本质上还是犯了什么 倒果为因啊 不能成立的 那这样等于我们知道 倒果为因都是西医 为了检查 甚至为了治疗而设的误区啦 简单讲 它根本不合因果逻辑嘛 但是民众 当你生病了慌的时候 你也再不会冷静去想 这些因果的问题 那就任由现有的医学 说什么就怎么样 那有一点任人宰割的味道 所以原始点 就是要让女人觉醒 有智慧的 然后选择 对你身体最好的方式 来处理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此外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身体的变化程度各个不同 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 仍会有个体的差异 当体表的差异超出正常标准 有些会被视为衰老异常 有些则被视为疾病症状 同理 体内的变化也应该如此 但西医通过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或组织受损 却通通认为是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如此 体表的变化有衰老与疾病 而体内的变化却只有疾病 而无衰老 显然不合道理 也违反自然法则 毫无疑议 体表体内应无二致 即组织受损属疾病 而异常则属衰老 无怪物仪器检查结果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这可由身体有症状 检查却正常 身体无症状 检查却异常得到证实 至于疾病之因 至于医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西医还会是症状 知有无 将其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而加以治疗 此疾 身体有症状 又检查出有异常 此疾病常被认为是疾病之因 而需治疗 但疾病是由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熟果而非因 所以即便经服药、手术 使此疾病恢复正常了 症状却未必改善 或身体无症状 却检查出有异常 此异常常被认为是疾病本身 而需治疗 但异常既非症 也非状 熟老而非病 所以处理异常 已超出医疗治病范畴 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由上可知 其一将异常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如此疾疗 以犯了倒果为因 及老病不分的过失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进一步 从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来探讨这个异常 因为一个人的身体变化程度 每个人都不一样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 那表现出来也会差异蛮大的 而这些体表 如果它的差异超出正常标准 那这个有些就会被认为 这个可能就是衰老的异常 或被认为是疾病症状 只有这两种可能嘛 因为你身体不可能越变越年轻嘛 所以不是变老就是变病嘛 那体表我们是可以这样观察出来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体内照理应该是这样啊 你一个身体体表会变老会变病 那体内会不会变老会变病 一样的 这个不应该分的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体内我们非肉眼可见 就必须要依赖仪器来检查 那问题仪器检查出来 就由西医来认定 那他们的认定 有时候又会很荒谬 我们来看下面下一页 那他检查出来 不管是异常或组织受损 都把它认为是 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这样就跟体表不一样啊 体表有衰老有疾病 但体内怎么都是疾病呢 显然体内的变化只有疾病而无衰老 这个跟我们的身体的自然规则 是不合乎的嘛 已经违反了嘛 所以它是不合道理的 很明显是这样 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出来 这个是说不通的 所以毫无意义 体表体内应无二字 也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啦 集组织受损就是属疾病 体表壮的组织受损也是属疾病 体内检查出来的组织受损 也是属疾病 那至于异常呢 异常就是体内多了一个异常指数 要不然体表跟体内的异常形态 都是疏读同归啊 同属于类啊 都是属衰老 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也是因为这样无怪乎 也就是不能怪西医 为什么检查的结果 不能反应身体的真实状况 这里就举例了 这可由身体有症状 检查却正常 你明明身体有病 照理你应该检查出异常来 那你却检查说一切正常 这个就矛盾了嘛 或身体你根本没有病 却检查出有异常说 啊 你是癌肿瘤已经第四期了 类似这样 这就可以检查 它是未必能完全反应身体的真实状况 那这个由这样的简单的案例 就可以得到证实了 所以这个都是由西医一开始 把检查出来的通通认为是疾病本身 或疾病之因有关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 这里特别提出异常来 因为异常本身有一个问题 异常是属衰老 根本跟疾病之因 跟疾病本身完全无关啦 但西医却会看患者有没有疾病 如果他患者本身有疾病 或有症状出现 那你检查出来的异常 他会把它当做什么 就是疾病之因来治疗 那如果你没有症状 那他检查出异常 比如高血也要糖尿病 他就说这个就是疾病本身了 你还是要吃药治疗的 类似这样 所以很明显嘛 前面这个已经讲过了 你不管身体有没有病 你只要检查出有异常 反正就是要治疗 那我们这里就开始来举例 此题怎么样 身体如果你有症状 又检查出有异常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 患者身体有症状 又检查出异常 这时候的异常 就会认为是症状的因 必须要治疗 那这里就提出来 异常怎么会因呢 异常不就是由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导致的嘛 所以它是果而非因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它不是因 所以你即便吃药 或通过手术 让这个异常恢复正常了 但症状也未必改善 为什么 因为老跟病是 没有因果关系的嘛 所以你异常恢复正常 症状还在也常见嘛 这个临床上也常见 所以这个从临床上就可以看出 西医这样的理论是经不起考验 好 那另外反过来说 患者没有症状 好好的一个人 那他去检查 却不幸检查出有异常 那这时候因为患者没有症状 他不能再说这个异常 就是症状之因 因为患者没有症状 你哪来的什么因呢 这时候西医又会改口 他会说 你这个检查出来的异常 就是疾病本身 就是要治疗 反正你不管患者有病无病 只要被检查出来 他就有一套说辞 叫你治疗 好 那这时候患者 被检查出有异常的话 那问题来了 这个异常他是属衰老啊 既非症也会状 属衰老啊 那你处理异常会怎么样 医疗是要处理疾病的 那这个你处理异常就会怎么样 超出医疗治病的范畴 你根本不是在治病 你是在治疗 但是你又把病人轰得 就是说着你是在治病 这个跟治病无关啊 异常是衰老 这个是很显然 是犯了错误的 好 我们看下面 那这样的结果 就是我刚刚讲的 会导致怎么样 病人越来越多啊 你所有检查出来的异常都是 不是疾病之因就是疾病本身 那都要治疗 那难怪你永远治不完 那所有的病人越来越多 造成医护人员的负担 那患者每次去医院都是不快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所以由上可知 西医将异常 不管是当成疾病之因 或把它当成疾病本身 这样的诊断跟治疗 你犯了怎么样 还是医押的问题 盗果为医 还有一个怎么样 老病不分啊 那这个两个问题 老病不分会造成患者越来越多 盗果为医 会让患者检查出来会恐慌 恐慌就西医又会说果会生果 然后来吓唬患者 然后患者就不得不治疗 所以这些都造成医院越来病人越多 治不完的病 这个确实是现在医学最大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也已经都看得出来了 老师我们今天的疾病与衰老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 好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直播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疾病与衰老三 我们下个礼拜